5首歌的電影 哈嘍大家好,我是Kennygy Kennygy 華語新歌排行榜 第二週 我覺得這一週根本就是電影週 因為今天介紹的5首歌裡面 有三首歌 來自三部電影的電影主題曲 那另外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介紹的5首歌都 有一點悲傷 但我希望大家的心情不要太過於沉重 因為這五首歌真的都非常的好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介紹今天的第五名 第五名來自吳克群的 你敢不敢再啥一次 如果你迷失不會有結局 事過之徒留情前的詩句 這首歌呢 是為你寫詩的電影主題曲 那為你寫詩這部電影呢 是吳克群首次自導自演的電影 整部劇的劇情呢 以穿越為題材 以後悔兩個字貫穿整個故事 吳克群呢花了五年的時間 慢慢的醞釀最後磨出這個作品 那在途中呢 他經歷了被許多人懷疑啊 甚至被笑作是個傻子 同時也經歷了母親罹患癌症 最後離世的過程 據報導呢 吳克群在母親做化療的途中 很常帶著劇本到病房中陪伴母親 邊陪伴邊修改自己的劇本這樣子 那也跟母親約定好了 希望能在首映會當天 母親可以坐在第一排來欣賞她的電影 那很遺憾的這個願望沒有能實現 那也因為母親的離世呢 這首歌也被創作出來 所以如果你仔細去品嘗 仔細去聽這首歌的話 你會發現它裡面帶著滿滿滿滿的不捨跟懷念的情感 所以希望吳克群這部電影為你寫詩可以大賣 那這首歌也很好聽 來自吳克群的 你敢不敢再少一次介紹給大家 第四名 第四名來自小球的何必敬免 這首歌呢 我之前選的歌真的都還滿沉重 有點不太敢太開心去介紹它們 那原因是這一首歌是罕見的 以已經離世的人為角度去表達的一首歌 那MV的刻畫呢 也把劇情表現得非常的鮮明 我覺得死亡這個話題啊 在近幾年討論度是比較高的 那前一陣子而已嘛 也有台灣的公眾人物 特別到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去執勤安樂死 那離別這件事情 尤其親人的分開是最不捨的 我覺得死亡是我們人生的這段旅途中 必須要去學習跟認識 甚至最後能強化自己心靈的課題 當然這非常的困難 可是我們終究會走到這一步嘛 也會經歷身邊的人走到這一步 那怎麼樣在遇到這種時刻的時候 能盡全力的 以最快的時間 只留下美好的回憶 或者是能不留任何遺憾的 解脫於這個世界 我覺得是大家在跟自己對話的時候 可以去思考跟調適自己的一件事情 這首歌介紹給大家 非常感人好聽的 《小球何必敬念》 最近唱恨的歌 過了秋天卻還這麼熱 時間原來已偷走我們 如果手能牽著 該多麼深刻 依照慣例很快 馬上就來到第三名了 第三名呢 來自邱鋒澤的 《I still miss you》 《I still miss you》 《痛恨這床無助》 《I still miss you》 《憤怒這大聲的全部》 秋鋒澤呢 是新加坡人 那他除了是一位歌手以外 同時也是一名演員 這首歌呢 是電視劇 搖滾畢業生的插曲 一樣也是在講分開的歌 因為有分開才能仍然想念嘛 整首歌呢 也是充施著回憶啊 寂寞 遺憾 無助 甚至後悔的元素在裡面 如果不知道邱鋒澤的人 或者是沒有聽過他 的歌的人呢 我在這邊也另外再介紹 這首歌是他前一陣子跟 黃偉敬所合唱的《斷訓》 那他負責作曲 我已經是負責作詞 也是非常好聽的歌 他是一名非常厲害的作曲人 邱鋒澤 介紹給大家這首歌 I Still Miss You 如果有一瞬間 就把你靠在胸前 I Still Miss You 第二名呢 來到的是清風的寶貝兒 我能知道 設計是什麼 是因為我 曾被設計過 內心深處 謀告我會消失故 這首歌是清風為寶貝兒這部電影所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題曲 因為他一手包辦了包括詞曲、編曲、弦樂、鋼琴、和聲 甚至連製作人跟錄音師都是他自己 所以裡面聽到的九成的音樂元素全部都出自於清風本人 這首歌是今天介紹的五首歌裡面比較溫暖的歌 但是如果你從某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一樣也是在講離別 那如果你有看過這部電影的預告片的話 大概會知道 就是一個在講一個有心偏缺陷的人 他從小被父母拋棄 那長大以後去拯救另外一位跟他有一模一樣遭遇的嬰兒的一個故事 清風很常講我們要溫柔的推翻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首歌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 歌詞裡面講到 我能知道捨棄是什麼是因為我曾被捨棄過 但內心深處的某個我從未消失過 我能知道堅持是什麼是因為我從未放棄過 所以目光所及的每個角落都有我 如果你仔細的去品嘗的話 你會發現這首歌的溫暖跟溫柔 是非常動容的 清風真的很厲害 來自清風的寶貝爾 帶給大家今天的第二名 接下來馬上揭曉今天的第一名 到底是誰 哪一首歌能比前面四首歌還要再悲傷呢 這首歌來自阿琳的 有一種悲傷 這一首歌是電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 主題曲 那它也是我繼劉鳴香的《從醒著到願意睡覺》後 又一次哭到讓我 我自己本身沒有氣喘 但我真的覺得我好像要氣喘發作 因為我有將近幾分鐘的時間是沒有辦法正常呼吸的 它絕對可以榮登2018最新歲的歌 那這部電影呢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是翻拍自2009年 韓國的同名電影 電影本身真的虐到不行 尤其後面的劇情走向 太私心裂肺了 它沒有要讓你悲傷 它要讓你絕望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台灣這一次的翻拍 由劉以豪跟陳一涵所主演的 我必須先承認 我看預告的時候就哭夠久了 而且又加上阿林的歌聲 所以真的很期待電影的出來 那如果你們有看過原版的電影的話 再來聽這首歌 你會發現這首歌的歌詞 主歌跟副歌的部分呢 它分別各自分成了兩段 我自己聽下舞劇 它是以男女主角穿插的方式來 描述跟表達這首歌 所以歌詞的部分很厲害 阿林歌聲不用再講 它就是天使 所以這首歌帶給大家 來自阿林的《有意種悲傷》 至少只與你分開思念 卻背對背掌握 剩下倔強 剩下合照 一招 五首歌結束啦 我會不會被罵 背成這個樣子 那大家如果看過我上一支影片的話 會知道我第一名的選法就是 我已經會唱的歌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地面 那其他四首歌怎麼來的呢 因為每天都有很多的歌出來嘛 所以我會在邊工作的時候邊聽 如果有些歌可以讓我放下手邊的工作的話 我就會先把它放到收藏家裡面 那一個禮拜過後呢 我就會去收藏家 不看歌詞的去聽這些歌 所以又會再篩選出一批 那最後呢 會就是變成看歌詞的去聽這些歌 就會有這前五名的誕生 其實到最後一個階段 都只剩下不到十首歌啦 所以其實前五名還蠻容易分的出來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把這一集弄得那麼悲傷 因為我是在選完這些歌之後 我才開始去查這些歌的故事背景啊 為什麼會被創作出來啊 或者是它原來是什麼樣子的電影主題曲 所以我壓根不知道這些歌那麼悲慘 所以拜託不要怪我 為什麼這一集會那麼慘 因為這些歌真的都很好聽 我希望大家的心情不要太過於沉重 那這就是今天 Kennedy第二週的華語新歌排行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See you 請客 ка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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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